加强防疫能量、刺激基金会与硕壁公司、东早生机公司 分别捐赠体温测量剂、布口罩以及护肤产品 那么是由花莲县卫生局来代表接受 卫生局长朱家祥就表示 花莲虽然是维持零确诊 靠全体的乡亲来共同努力才能够达成 而未来的防疫之路还是很艰辛 也感谢这个企业社团的帮助 也期盼大家能够继续努力确保乡亲的健康安全 加强防疫全民一起来出力 磁激基金会和硕壁公司及东早生机公司 24号捐赠了一大批的防疫物资给花莲县卫生局 包括体温测量剂、布口罩及护肤产品 希望可以加强花莲的防疫能量 我们的磁激基金会给我们的1000个布口罩 那他送给我们的乡亲 但他这主要是针对于这个乡亲的口罩 使用量比较大的 但是一个两个礼拜酒片不够的 那这些乡亲 还有我们的对一些老大人 那他一些长照据点 那常要去的话 如果口罩不够 那我们就一布口罩来赠送 所以这是布口罩是以花莲相亲为主 第二个就是对于东早生计公司 所受的我们的那个护肤这个乳液 那我想针对我们的护理人员 医护人员 那目前来就是赠送五家 那因为我们护理人员在照顾这些 所谓的病患的时候 如果他必须要进入我们的负压隔离病房 他必须戴上N95口罩 那穿上很多的防护衣 那里面闷热潮湿 甚至戴N95口罩的时候 因为他有个负压的一个关系 使他的脸部的血液血管都不好 所以我们常看到很多的护理人员 在经过了这个负压隔离病房出来之后 他的皮肤都经常会受损干裂 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来保护我们护理人员的皮肤 然后不受到伤害 那第三个就是 我想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企业 捐赠我们这个就是体温剂 那这个体温剂其实不瞒各位讲 真的还不便宜 那所以我们这个企业界 捐赠了285支 这个品质非常好的这个体温剂 那他的主要的对象 就是针对于所谓居家检疫 或居家隔离的人 因为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人 他一定要量体温 但是他如果没有体温剂 他如何能够量体温呢 而且体温要量得精准 所以我想这个县长非常的贴心 那也有企业界也非常的愿意支持 那来购买这个品质好的一个体温剂 能够送给我们的居家检疫 跟居家隔离者 那在这个隔离检疫的过程中 都有一个好的温度计 能够量到他的体温 这批防疫物资将分别拨给 瓷器医院 门诺医院 花林医院 国军805医院 还有荣民医院 凤林 玉里芬院等 五家的医疗院所 24号上午的捐赠仪式 简单隆重 卫生局也特别致政 感谢状给三个爱心单位 并希望可以达到抛砖隐喻效果 让更多人一起来重视防疫工作 也给第一线医疗防疫人员 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介入会幻市报道